一道沙江白切鸡 口感 中国菜的火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厨师记忆好坏 全凭感觉 主机也是一样 根据鸡的大小年龄 确定大致煮至时间 小火慢进边煮边看 白切鸡闻名中外 被誉为青瓶鸡 是粤菜鸡窑中最常见的一种 然而因其家常更见厨师功力 一般认为白切鸡的最佳搭档为葱油 冒名人却觉得沙江才是它的绝美伴侣 按照大伯的配方 新鲜沙江切末 调入自家炸的花生油和酱油 制成沙江酱 シッ Computing 黄金 反社 黄金 激 煮好的白切鸡 通体白润 性状温和 剁好摆盘上桌 剩下的唯有大块朵仪 享受朋友们的交口称赞 盆菜是一种混合了 十几种食材的客家大菜 先在盆底铺满微熟的萝卜 然后将依次炒好的香菇 芋头 豆腐 鱿鱼等食材层层码好 最上层是客家的梅菜扣肉和盐鸡鸡 每一样都有吉祥的寓意 各有其味 有互相衬托 对香仪来说 盆菜的特别就在于团圆的意味 我就74年嫁到这里的 那个时候就很辛苦的 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 家里面大家亲戚朋友啊 有什么就拿什么 你是拿芋头 它是拿番薯 总之全部拿到一起做 大家一直吃 有个团圆嘛 这我就很感动的 都现在生活好了 就不要忘记以前的苦了 反正有什么气费啊 过年啊 过节啊 烧木啊 我就叫他们一起做了 沟通沟通啊 清醒的最重要 重口难调 但盆菜却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盆菜的丰盛里 人们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美味 古老的围龙屋里 热气腾腾的盆菜 让分散各地的族人们聚拢在一起 今天在广东 香港 或者更遥远的海外 分享盆菜 已经是客家人团聚时 最为隆重的仪式 这是客家人的执念 一种早已刻在他们基因里 对团圆的执念 潮汕有一句方言俗语 无鹅肉不旁派 意思言简一概 就是没有鹅肉不成习 鲁鹅是潮汕人的乡土与烟火 除了重要节日的祭祖活动 也是招待宾客 年节家宴等 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 老熊鲁鹅所用的是 广东地区特有的狮头鹅 这种鹅体型巨大 成年公鹅最高可达近40斤 一只世界鹅王 再加上一锅神秘的卤水 才是潮汕人的独门秘籍 三起三落 不仅仅是鲁鹅的仪式感 也是味道成败的关键 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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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啦啦 由丁香 甘草等二十多味中草药调制的甘料 养胃健脾 被均匀涂抹在鹅塘 甘师傅并不满足 为获得加倍的鲜香 还用十多种酱料调制出湿料 灌入鹅参 保证肉质鲜嫩不柴 回味无穷 往鹅参皮肉之间充气 也称打气 为的是使皮肉分离 如此鹅参才能饱满平滑 烤制时受热更加均匀 充气后的鹅经开水一烫 更显饱满油润 接下来是一场由醋和糖联手带来的脆皮水淋浴 烧鹅皮脆肉嫩的秘诀 在于脆皮水的糖醋浓度与烤制火候之间的完美契合 精选的猪下牌五花肉肥瘦均匀 层次分明 每头猪只出五千克左右 五花肉条纵向铺小口 再把饱满的蛋黄逐个挤入直至填满 让蛋黄和五花肉紧密结合 十分考验厨师的经验和耐心 改良后的咸蛋黄叉烧 经腌制和风干 将和阿明的烧鹅一起浴火重生 烧鹅比叉烧的火候更复杂 要重点关注 糖在酸性环境下受热脱水 鹅皮变得枣红酥脆 眼看到了调温的节点 阿明拿不定主意 忍不住多调了两次 烤制过程有惊无险 刚出炉的烧鹅与叉烧浓香四溢 桂圆 枸杞 瑶柱 肥瘦相间的三黄鸡 有了花椒做主角 配料自然也不差 鸡肉分成八块 鸡腿 鸡脚 鸡翅 焯水既可以去腥 又可以去除多余的脂肪 水开后 鸡块被转移到炖锅中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 鸡肉的精华将在长时间的煲煮中 融进汤水 煮好的花椒 个头比之前大了足足两倍 吸水后 颜色也由原来的金黄色 变成了现在的肉粉色 跟鱼肉的颜色十分接近 花椒需要重新炖煮 然而这一次却不是用水 要用同样炖煮了八个小时的鸡汤 小火慢熬 鸡汤与花椒一点一点将自己交于对方 蒸发掉水分 让汤底更加浓郁 这是一个技巧的考量 火大会胡锅 火小食材寡淡无味 拿捏时间 陈少伟完全为今天而设定 对于贵客的口味 他非常了解 火小食材寡淡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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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小食材寡淡无味